各位觀眾早安 繼續回到我們的直播環節有問必答 身邊的嘉賓換載在我們郭Sir 在旁邊 郭Sir 早安 早安 我們先聽聽電話 第一位嘉廷觀眾就是周小姐 國壽方面24.8 暫時升四毫子 國壽前天跌很多下來 郭Sir 怎樣部署 這次是屬於一個技術上升後的調整 相對由20元 21元上來 其實回甩的幅度還是很溫和 去到24元已經不肯跌了 我自己個人看好A股的走勢 我認為現在的不明朗 只是政策未出台 直到這一分鐘 A股上升指數仍然咬著2200 是不肯進一步下限的 如果政策出台或IPO重體 刺激到A股成交金額又累增 或者投資資入市信心重現的話 在明年首季上升指數 要回到2300或者挑戰2400的機會相當高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中仁壽那一刻 可能已經回到26甚至27元以上 介不介意短期三兩毫子的反覆呢 就要看自己了 因為美國可能退市 雖然我認為 退市的步伐加快了 但未必會這麼快 就算真的退市 買少100億債 對市場對經濟也不會有影響 不過股市從來都是過問的 第二就是 內地的政策仍然還未出台 在這些不明朗的氣氛主導之下 市況是會略為反覆 起碼短期是會反覆 如果你是不介意短期的細幅度的反覆 分階段慢慢買問題就不是那麼大了 不要看著20元已經過了 未來真的要看內地的股市和政策 如果真的有一股升浪出現的話 中仁壽的股價趁機會反撲上去 甚至會挑戰今年全年的高位 27.3毫半或者28元的機會是相當高的 我認為可以買 但不要抱著 今天買 我明天有錢賺的心態就行了 好嗎 有沒有其他事補充的 好的 麻煩你 OK 好 多謝先下周小姐你的電話查詢 OK 郭Sir 我們真的剩下的時間 都看看內地股市方面的情況 上陣指數暫時升不到1點 本日收布在2,203點 湖深300指數上升5點 報2,415點 深淨城指數升61點 收布8,461點 三大股市這一刻都是靠找到 上陣指數在今早來說 跌幅較為顯著 最多都截成19點 但是其後跌勢來說都不斷收集 現在就升不到1點 暫時我們股市方面又怎樣分析 都是咬著高台 好老實說 雖然上陣指數現在是反覆不前 但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上陣指數直到現在 都是僅構2,28點左右的水平 形態是屬於一個整固等變的格局 小組的經濟會議 今天就談完 會議之後有甚麼說 現在就很難預測 近期有些人就說 提到經濟是補七 但這些一切一切都是市場的傳言 不如等到政策會議完成後 正式的官方公佈就最好 其實在三中傳會的時候 大家記得上個月13日閉幕之後 市場的看法是 都沒有提到半點有關經濟 立即就負面了 剩下那天 上次已經跌了39點 之後就開始人們想想 既然政策出來了 國退民進 加上農村土地也有改革 司法也有改革 政策也有改革等等 可能是一個商機 看法立即就完全改觀 所以上陣指數也馬上出現了大幅度反彈 其實最重要當然要補7至7.5%經濟增長 13億人口要開飯 所以我不太擔心 政策今天不說或明天不說 說又如何 你的股市立即升50點又如何 你真的要整個經濟 穩步地向好 這才是重要的 當然股市升會有財富效應 是可以刺激消費 從而也可以刺激經濟增長 這點我同意 但是大環境大氣候 都是要看經濟 看整整體的經濟 不是每個人買股票 有買股票的股市升就開心 沒有買股票或是沒有錢買股票 股票升了關於鬼市 所以一定要看經濟 整個國家的經濟能夠穩度增長 絕大部分人都可以受惠 這才是比較重要 當然如果真的這樣 股市的反應一般來說都會比較理想 甚至IPO的重體 我看得比較正面 因為停了十幾個月的IPO 能夠重新再推動 投入能夠上市的企業 或者上市的公司 一定是最優質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當股價出現一個穩步上升 是可以刺激到投資者入市的信心 亦都恢復他們對A股的信心 這點是很重要的 到其是資金入市態度一轉用的話 在買盤追逐之下 但上市的資金入市要回到2270點 近期的高位 或者進一步挑戰今年全聯高位 機會是相當高的 不過在今個月內就比較難見一點 今個月要突破9月12日的高位 2270點 機會還有 但你要進一步挑戰今年全聯高位 好事就問水一點點 不如等到明年第一季 這個上網目標 暫時來說 A股是處於一個整顧等變之中 最重要的是 今年全聯低位是1849點 6月29日的低位 同11月14日的低位2079點 組成一條中期的上升軌 A股一日不跌穿一條中期上升軌 問題就不太大 挖在這裡給大家看到 暫時來說是屬於一個整顧等變的格局 短期的阻力 暫時來說 剛才我提到是2270點 其實近期一度升上2261 不過買盤卻步沒辦法 不過這樣說 有些人就說這是不是雙頂 我覺得不是 技術上就好像是 但只要一個政策出來 能夠有提振的效應 它要升一百幾十點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一旦突破了 上證指數將會出現一浪 高一於一浪的形態 這個絕對可以支持到 明年首位進一步挑戰 今年和去年的高位 這是跨年份的雙頂 一路困住整個A股的走勢 不過可望在明年第一季度 是被攻破的 如果A股的看法是正面的話 老實說 好像剛才那位朋友問到 中人壽怎麼看法呢 當然是看得比較正面 因為中人壽首渣 有1800億以上的A股投資組合 A股如果你說 升10-15% 1800億要有多少投資回報 用計數機算一算 180億到270億 換句話來說 這一分鐘不介意少少反覆 中人壽基本上可以作中線的部署了 謝謝郭先生在A股方面的解說 不如先聽聽電話 由吳吳先生是嗎 吳小姐 吳小姐 不好意思 吳小姐 你好 你好 郭先生 是嗎 是呀 請問那隻691山水水泥 現在可不可以入呢 好 山水水泥 3.2現在說跌量 其實水泥股我都有推介 但一直以來我推介是安徽海裸水泥 3323中國建財和1313華裸水泥 因為我始終認為 近期的反貪反腐等等 其實直到現在這一分鐘 都還在嚴格執行 未來一些大型的基建 或者大型的項目要推行的話 水泥的需求一定大增 你想想一件事 現在大型的國家的基建推出來 水泥或者跟誰買呢 我覺得應該跟各型的大水泥廠買的 這一點就支持到我 繼續看好幾隻各型的水泥廠 不過山水水泥其實來說 近日來說 由高位下來都跌了不少 但是步伐就比較慢一點 你可不可以包容呢 如果可以包容的話 賣一點也無虧 值得一提的就是 一個星期的低位是3.05元 如果純粹拿著短炒的話 3.05元一旦跌穿 技術上就要止蝕 因為這個也是 技術上一個小型的雙底 跌穿了當然不太好 初步的阻力暫時是3.41和3.5元 波幅就不會太大了 現在暫時來說 在這兩三毛子 就上走落 嚴守你的止蝕位 賣一點沒有相關 不過如果真的補充一句 如果真的買一些水泥股的板塊 作一個中線的部署 我仍然認為你應該是買 安徽海螺水泥 3323和1313 剩下來就是 什麼價錢買的意思 不過似乎已經錯失了 最好的買入時機了 OK 還有其他東西嗎 什麼位買好呢 哪一隻 3323 哪個位置入最好還是現家入 我剛才提到 最好的時間 早前一六位七個多元錢整固 近日曾經升上9.14元 這一分鐘由9.14元的回落 是受到大市的回調所影響 恆生指數現在升99點 其實已經回到50天平均移動線之上 介不介意少少翻覆 如果介意就沒辦法 唯有等等 不過不介意的話 現在可以買的 分兩柱買好嗎 八個半左右才賣一點 萬一真的跌到八塊或七個八 便再買第二柱 反而不肯跌 回到八塊八九元 又再加住 進可供退可守 其實相對1313懷孕水泥和914安徽口水泥 3323價不算是貴的 不過有一點缺點是應收帳比較大 有九百多億 如果沒有這個問題 現在的股價老早12元 好,謝謝郭Sir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休息幾分鐘 稍時聽聽郭Sir說大事方面的情況 現在大事轉強 升超過百點那麼多 到這一刻 上下高低波幅力有300點那麼多 郭Sir,待會我們聽聽郭Sir的分析 不要走開了 太離譜不見了 真的